嗨,大家好,我是Nick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在家附近的赤鱼站 介绍一家非常有特色的中华美食店 戏口出来 今天介绍的就是在这栋大厦的第一层 麒麟菜馆,没有分店 东京只有这一家 这家店上过很多日本综艺节目 比如真白景,月仪柄,幼腹菓子,娇兰 还有贼瓦附金与比 这些都是日本很有名的综艺节目 这可能是我探天中 上过最多综艺节目的中餐馆了 真的让我很自惊 这里能够使用现金和佩佩 其他的不能用 店里有102个座位 在日本也算比较大的店 而且窗户装修很有中国的味道 其实这家店的特色就是店里的模特 如果你一个人来 你可以选择帅哥坐在你对面 当然美女也不少 而且都是穿起跑的 还有小孩模特 这样吃起饭来也不会寂寞了 这里调料还是挺多的 标配吧 中午套餐有A套餐 一个主菜加一个副菜 890日币 主菜有各类的面 各种干椒饭 还有炒米粉 副菜就是一半的面 还有干椒饭 或者就是烧麦之类的 B套餐也是一个主菜加一个副菜 990日币 B套餐总类比较少 就这四种面和干椒饭 再加一颗副菜 还有四种套餐 糖醋猪肉 青椒肉丝 价格在840日币到940日币左右 这家店还有限定的鲜虾味蛋蛋面 是使用大量新鲜的 甜虾熬制成特浓汤底做出来的 还有招牌菜 天山炒面 面和蔬菜的量都是普通的1.5倍 上面还有虾仁 1500日币 看到这一处晴天 我就想尝尝到底是什么味道 上来之后 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吃了 而且外表还非常的硬 算了 还是先吃个虾仁吧 这个虾仁口感很Q弹 味道不错 不过只有四个 也有点少 这顿可是1500啊 看来也只能硬生生地用刀切开来吃了 先吃个原味的吧 一口下去感觉好硬 口感挺脆的 味道就是油炸的香味 里面蔬菜种了很多 大白菜 胡萝卜 小玉米 鱿鱼之类的 味道是咸香味的 小玉米外面是鲜香味 里面就没味道了 还有小蘑菇 吃起来也挺嫩的 我第一次吃面那么辛苦 刀擦并用啊 这次 沾着这个遮水吃一下 在只有油炸香的干脆面上 终于吃到了鲜香味了 这次在面上面淋上辣椒 涂抹均匀吃吃看 涂上辣椒后油腻感就减轻了一点 更多的是香辣味道 但是这个辣椒不是很辣 吃了几口还是觉得有点油腻 真的感觉像是小幻虫干脆面 唉 自己点的 含在了也要吃完 倒点白醋继续吃 加了醋后解腻了很多 不过口中还是有点干巴巴的 汤是淡化汤 大众口味 杏林豆腐也一样 大众口味吧 第二天点了一份鲜香味淡淡面 一端上来虾味非常的浓 还有一份麻辣鸡 看上去也很好吃 这碗淡淡面的汤 虾味真的是非常的浓 海鲜味十足 非常好喝 面的话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汤底的味道 套餐里面配有米饭 面吃完后把汤淋在米饭上 米饭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 虾的鲜香味十足啊 真的是很配饭 这个麻辣鸡还是挺嫩的 酱料的咸辣味也恰到好处 总结一下 天山炒面形状多人眼球 但是味道一般 主要是吃多了口中比较腻 还有比较干 鲜虾味淡淡面 特色在于汤头非常好喝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